雅致古朴 琴音鸟鸟 在位于香港深水部的一间乐器制造厂中 记者见到了年过八旬的香港酌琴技艺第三代传承人蔡昌寿 古琴就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我们做的琴都超过200元 一个好的琴就有声音,有颜色 蔡昌寿出生于乐器世家 自小于乐器打交道 百年前,他的祖父在广东汕头 创立蔡福记乐器店 上世纪30年代牵制香港 中学时期,蔡昌寿拜著名这派琴家徐文静为师 自此与古琴结下不解之缘 2014年,香港的古琴艺术 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为延续着琴古法 蔡昌寿创立着琴研究班,招收学徒 作为蔡昌寿的爱徒之一,关家会随意多年 对于琴琴的步骤早已熟人于心 首先要找到一个木头,我们叫它做沉 然后下一步骤就剁,用斧头削它的形出来 做了一个瘦形出来 之后就滑,就会在里面滑了里面的内胸 滑完之后就将硬的配件双了下去 然后底板和面板合起来 之后呢,我们就做一次的灰 就是将鹿角拌进去D7里 做了它本身的底层的漆 之后呢,就是到漆了 漆就很薄一层,很薄一层,这样做 做到它漂亮就像 漆之后呢,就是烟了 那我们也有一个叫做不记名的第十步 就叫做破的 即可稍微有少少,下次呢 我们就会拆完原来来过的了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在官家会看来 这一把好琴的关键 就在于先寻到一块合适的这起木材 这不仅需要运气和机缘 更讲求耐心与眼光 找木材是比较难的 尤其是在香港 香港根本都没有什么老木材 那我们主要的来源呢 都是拆屋 真的近着香港附近的 中国南方的那些丁字屋 知道有人拆屋呢 就会 就是 捆在它 就准备收拾的了 拆了一条桥呢 那我们就拿了回来 那你看到这些木呢 就是美洲巨山 你看到这些纹很直很透的 那这些其实这些美洲巨山 应该是元朝开始种的了 那就很干 而敲出来的声音 那个传音的速度很快的 就是我们听到好通的 找到了适合的材料 只是第一步 刮灰胎 上大漆 层层覆盖 带漆干后 抛光调整 这一过程 步骤细致繁琐 稍有不慎 便前功近期 倾注的是 制作者的心血与时光 比如说 我想做一只面 是需要 这漆本身有粒突 而做了四五层 之后磨一次 那那个已经是两个月的了 那个时间 那接着你磨粒了的那么多 全部要磨回走 再来说 因为真的要很完美 因为你整个面 都是按一按然的位置 但当你的漆系 想做到透出来 你看到里面的光泽 那那些就要做得很仔细了 有时我们通常都是心急 有时有两三个月大力了 就要回到两年前了 半个多世纪前 蔡昌寿与师傅徐文静 曾供制一套十二张古琴 岁月流逝 如今关家会等一众徒弟 又在蔡昌寿的指导下 开始制作第二代的十二张琴 立志将这一历经千年的古老记忆传承下去 本身琴是一个很老的文化 在中国人的美学来说 它是很重要的 因为除了音乐之外 它也是一个视觉艺术 瑜伽、道家、佛家 都用它来一种修行的途径 是一种中国人挺独有的美学 所以我们保存它是很重要的 不单单是自己玩 也有传给下一代的责任 没错 没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